爷爷,这些花是我给你种的 我想让爷爷每天看到它 躺在炕上,也能闻到它的香味 爷爷,你不是最喜欢这些山野花了吗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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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爷 爷爷爷 嫂子 甚麼歡迎 老爺早睡 哎呀... 这小花都没了 这宝珠爹咋睡得着啊 我敢保证 宝珠爹肯定在院子里蹲着呢 你看我说他没错吧 还真没睡呢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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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还没回来吗 村里山上我都找遍了 我姐说也没回上河村啊 你说这娃她到底去哪了呢 我想啊 八成是娃听到啥了 自己躲起来了 那咱上哪找去 现在啊 只能等娃自己回来 她要是自己躲出去了 兴雪啊 哪天自己就回来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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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有意义了 小花要爷爷 小花舍不得爷爷 小花舍不得爷爷 你快点过来看 好像是小花回来了 啥 小花 还真是她 完了 这个娃自己又回来了 看来白高兴一场 校长 你看这些钱 够不够娃上学用的 她说 这点钱哪够娃念书呀 兼够完白课本 你知道 我们这小学是民办的 现在都算盖 最低学费收 如果大家都交不起学费的话 我们这学校 就很难维持下去 这娃呀 天天盘盘盘上 云里一出十四年 这娃挺聪明的 这个钱哪 是我和娃呀 编了三个月就框才在一起的呀 如果钱不够 如果钱不够 我把狂吹火把它卖了 再补上 我呢 求校长 答应你了 先把娃呀 送到客套里边 念书吧 只要娃能上老爷 我就是再苦再厉 别把娃千样的学费给补上 我呀 已经晚上学好 就越来越来越在等 爷爷 我可以在教室外面上课 这样爷爷就能少交点学费 花儿啊 学费 爷爷应交齐 好 不用再说了 我也知道你们 挺困的呢 就让娃先去上课吧 随后 你们再把学费给补上 好 花儿 快谢谢生长贝贝 谢谢 谢谢校长贝贝 好 好 校长 给你送个新学生来 这娃送来晚了一点 这样从一年级上吧 这娃呀 就让老师费心了 好 好了 大家不许笑了 从今天起啊 我们班又来了一个新同学 大家会赢 来 给大家介绍介绍 你叫啥名啊 小花儿 小花儿 大点声声 我叫小花儿 不错 小花儿同学很勇敢 王二小 你个小坐在前面来 老师 为啥呀 我让你过来 你过来呗 哪那么多为啥呀 你坐在王二小那位置呢 都不许笑了 下面我们接着上课 把书翻到十六页 臭月的片 不许这些 听见没 我们接着上课 这小花儿 终于上学了 这小花儿啊 终于上学了 你的心愿啊 也算了啦 看着娃儿 能和其他娃儿一样 坐在教室里念书 和在习里呀 也好受点 我也不知娃儿将来学成啥样 只想让他呀 和有爹娘的话一样 我就知死了 我还不知道 你的心里是咋想的 你就是不想让娃啊 受一点委屈 爷爷我回来了 这么早一下学了 嗯 我是跑着回来的 小河 我爱小河 我爱五星红旗 我爱五星红旗 我爱白鸽 我爱白鸽 好 现在老师问问 你们还爱谁呀 哎小花你说 我爱我爷爷 小花坐吧 都不许笑 你们都来向小花学习 她能勇敢地站起来 说出自己爱的人 哎 小三 你说 我爱我爹 不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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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爱她爹 这有啥可笑的 不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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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她的外号叫啥不 啥子也不说了嘛 她们在叫花子 她就是叫花子 是个没人要的野蛮 采访我们村来了 她们不许笑 她们不有个爷爷吗 怎么是没人要的野蛮 啊 那也不是她亲爷爷 她赖得人家不走 人家只好给她当爷爷了 哎 还没看见她那鲜饼盒呢 一点就着了 哈哈哈哈 你就别叫小花了 叫叫花子 听啊 哈哈哈哈 你们家说 我不是叫花子 我是小花 你不是叫花子 那你咋赖得人家不走 还跟人要饭吃 你脸皮咋那够呢 听说什么人要你了 你才跑到这儿来的 你把你的饭都吃了 你也吃啥呀 哈哈哈哈 我不是叫花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能瞎说 我是小花儿 我是小花儿 花儿 下雪了 花儿 你早哭了 花儿 廟花儿 哎 是瞎着个眼睛了 哇 老是皮肚子 发 momento 妈妈说 我是га坏的 不 联 pobl Ain 有很着急 哈 这里面把 Stan 是跟你闹着玩的啊 不哭 爷爷 以后 我再少吃点饭 我娘说 喝了河水 也能饱 花儿 看啥呢那么入神啊 不知道出啥事了 你爹和小花儿在那儿哭呢 这学不是都已经上了吗 他们还哭个啥劲啊 小花儿 是不是在学校 爱老师批了 有可能 反正也不是因为咱俩哭 快别看了 再让我爹看去 这才刚上学几天呀 以后的事还多着呢 我想起来都替你爹犯愁 你愁啊 我爹还乐不得呢 我也看出来了 现在只要小花儿不在呀 你爹一天都活不下去 快吃饭吧 爹 你妈不是已经上学了吗 你干啥还这么拼命边框啊 就不知道歇一歇呀 爹不利呀 小花儿的学费还不够啊 还欠着学校 爹想呢 尽快地把学费给补上 爹 你别忘了 你不光是那娃的爷爷 你还是我爹 我救你这么一个爹 你敬畏他想了 你咋就不替我想想 你不想想我就当儿子的 是个啥心情啊 咱家的活 我都没舍得让你这么干过 哎 爹不早啊 爹想啊 把小花儿的学费啊 尽快补上 补上以后呢 爹就歇一歇 歇啥呀 今年的补上了 还有明年呢 明年的解决了 还有后年呢 没完没了的 啥时候是个头啊 趁爹能动弹的时候呢 能供一年呢 就多供一年 小花儿啊 挺灵的 又厚学 等爹不能动的时候呢 爹这副心思就了了 是啊 你是了心思了 到时候 我可就没爹了 你要真的打算 以后的日子 就这么过完的话 爹 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来 这事啊 我还不能不管了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爹 就这么被那个娃给累到 那你咋管呀 你又不是没劝过你爹 你爹听嘛 劝不听 只好来硬的了 你要跟你爹来硬的 那 咋来硬的呀 我已经想好了 以后 我爹变好的框 我去给卖 卖了钱 全给我爹买吃的回来 只要别让我爹 凑齐小花的学费 小花的书啊 就念不下去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你咋早没想起来呢 咱也不惦记你爹那点钱 只要能够阻止小花继续念书 就算帮了你爹了 反正你这样做 也是让你爹给逼的 宝珠 你咋想起来帮着你爹卖宽了 我能够心疼我爹吗 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 在家编完了框 还得备到集市上去卖 你爹呀 是够累的 爹 这半袋子面 是给你的 这白面哪来的 我用卖框的钱买 宝儿 你是说用卖框的钱买的白面呢 有啥不好的 面吃进去还有营养 你这么没白面黑的熬 也该给自己补补 宝儿 这些框啊 是给小花交学费的呀 变变两个月才变起来呀 你咋能花咋花呢 咋就不能花 是这个娃上学重要啊 还是你的命重要啊 你也不想想 要把身体熬垮了 哪个合适啊 爹 你也别怪我这么做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咋能保住你的命 反正啊 面已经买回来了 你要不想吃 你就把它扔了 好